今天可以把第三章讲完 我们看一个例题 在一个半径为R的球壳上面 这个半径是大R 这不是导体球 不是导体球 我们在这个球面上面 就粘上这个电荷密度 它的电荷密度是θ角的函数 是θ的函数 那现在我们要求壳内跟壳外 量任意点的电位 这是一个球壳 半径为R的球壳 我现在要求壳内跟壳外 它现在给我们的是电荷在表面上的分布 可是又没有告诉我们这个θ它跟θ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只知道说 如果这个壳上面有电荷分布的话呢 那么这个壳上面任何一点一定有某一种特殊的电位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边界条件的问题 那我们要求知道这个上面的电位 比如说你现在要求壳内外的电位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Laplace equation来解 那根据这个球的形状 它是球形 所以我们就用球座标的 所以我们就用球座标的 Laplace equation 好 再加一下 好 那这里头我们从它给我们的条件 它只跟θ角有关 跟这个z轴所加的角有关 跟这个φ没有关系 因此我们说 它现在的v仅仅是r跟θ的关系 由已知条件得知 v仅仅是vrθ的函数 与φ无关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laplace equation 把这项不要 就剩下两项 所以我们就有 laplace v要等于 r平方分之1 partial r 好 所以就剩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就记得它的通解 它的通解是 vrθ要等于sigma l等于0al rl次方 再加上r的l加1bl次方 好 这个是它的general solution 那我们现在就要解球内跟球外 球内跟球外的这个分别就是说 你在球内 r可以去于0 r可以等于0 因此当r等于0 这一项就变成无穷大呀 所以你不可以有这一项的存在 那我们就知道它bl要等于0 好 那我们说球内 r可以等于0 r是从0到r 当r等于0的时候 第二项啊 去于无穷大 第二项啊 去于无穷大 所以 b0 要等于0 它不等于0就不行 因为potential的特性就是 它必须是finite 这个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 有这个结果 好 那么因此我们就有 vr 现在只有这一项了 它就等于 l 等于0到无限大 al rl之方 再pl 好 这个是 r 小于等于大r的时候 在球外的一点 那么r呢 可以从 大r 一直到 无穷大 一直到这个 无穷大 我们说 当 r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变 无穷大 那这个就是 无穷大了 那我们说 al rl之方 变成 无穷大 这也是不合理 让电位变成 无穷大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候的 al 必须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只有这一项了 所以 v r θ 它就等于 sigma l等于0 无穷大 然后 这是r l加一次方 然后b 乘上l 好 这个是 r 大于 等于 大r的时候 好 我们现在 要把这个解出来 al是什么 bf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两个 两个方程 这不过在两个区域 两个区域的话 你不能够 不能解它 但是我们知道 在同一个r的时候 这两个都存在 对不对 同一个r的时候 这两个都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用 在同一个r的时候 这个v跟这个v 有什么关系 电位有连续性 对不对 所以 里头的电位 跟这个 外头的电位 在v小r等于大r的时候 要相等 那我们就又可以 可以列出它的 一个方程式 因为 有连续性 电位有连续性 所以呢 我们就到v 里头 我这里加一个 v inside 这个outside v in 当这个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要等于v out 有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把这个 小r等于大r 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两项要相等 所以呢 我们就有 l等于0 到无限大 al r的l次方 这两个要相等 这两个相等的话 因为它是多项式 这个也是多项式 这个也是多项式 两个多项式 要很等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各项的系数 要相等 多项式很等的话 它一定各项的系数 要相等 等式两端式 多项式 要很等 则 各项系数 必相等 必须相等 那我们就是 就有al 这是dl 这是dl向的系数 dl向的系数 这个是这一边dl向的系数 好 当这个相等 我们就可以用 bl就可以用al来 来代替 所以 所以 我们说 bl 这个时候 是等于al 是等于al 2l 加1次方 好 这个我们 算它是 dl a式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 因为它要 它有两个位置数 你必须要有两个方程式 才能解出来 我们现在找这一个方程式 就是 电位的连续性 在边界这里 可以让外面跟里头 这个两个电位 很等 再来还有什么式子 可以 可以列呢 那我们就 想到 电厂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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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两个电厂 两个电厂的 在表面 表面这个地方 电厂的 电厂 它有一个 差 它是等于 sigma 0 over y0 这个是normal component 电厂的normal component 应该是写成normal component normal component 它的切线分量是 无条件的相等 好 那我们现在就 看 normal component normal component 就是r的方向 你这里画一个 normal OK 这个就是r的方向 好 那么 在里面这个n 就是fu r fu r 这个等于r 好 现在 我们就说 这个外面 外面 它的方向是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这个normal component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电厂 它是等于 fu的 fu的 gradient v 所以er 是fu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这样子的 好 那么 外面 外面 这是外面 外面的话 它就是fu的 r 就是n 就是n 我们就 就写r 没关系 就是r 就是r r 我们 知道它 向外了 好 减掉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它的n 是负r 对不对 它的n是这个 负r 我们写成 先写这样子好了 好 那么这个就等于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OK 这是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这个是 刚刚我们看 这个是out 这个是in 所以它就是in 减掉 partial v out partial r 这个要等于 等于这个东西 我这是把这个加进去 才能够看出来这个 这个地方的符号 我现在把这个插掉 把这个式子我们重写一遍 我可以把这个先写 partial v out 减掉 partial v in partial r 当r 等于capital r 的时候 这个符号乘过来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对r做偏微分 做一次导函数 对r做一次偏微分 这样 把它对r做一次偏微分 然后把小r 令它等于大r 带进去 然后 左边 等式左边就是这个 我们应该是用这个 用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 out 我们先写out vout pl cosθ 减掉 好 但是负的这一边 好 这个式子我们算是 b式 b式 OK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式子 ab 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呢 同时存在 而且又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式子里面 解bl 跟al 好 我们现在把a式带入b式 a式就是把bl 用al来表示 把它带到这个 b式里面来 我们带入以后啊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 你们回去啊 自己再做一遍 好 现在我们 只有一个位置数了 对不对 你要解这个位置数 这个是无穷多像 因为它有 legenda polynomial 所以我们就用legenda polynomial 它有 震交性 好 我们现在把等式两端啊 都成一个 pl prime 或者pm cos θ 并积分值 把它积分起来 左边就变成这样子 好 积分 pl cos θ p pm cos θ sin θ d θ from 0 to π 好 右边也这么成 右边 右边就是 ε 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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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式两边 变成这样子 这一边的值啊 我们知道 只有当L等于M的时候啊 它才存在 L不等于M 这个式子就是0 所以右边就是变成 只有L等于M的时候才存在啊 就是2M加1 A R的M减1次方 好 那么这个值呢 就是2M加1分之2 那右边 右边 我们没有办法积分 因为你没有告诉我这个 Δ 它跟Δ有什么 就是 Δ Δ 跟Δ 到底什么关系 你没有讲 所以呢 我们先保留在这里 就没办法积分 好 于是我们先把这个 先写出来 AM 求出AM 其他的通通乘到这一边来 所以我们就得 好 我们就把AM 表示出来 它是等于 2 Epsilon 2 的M 减1次方 分之1 0到P Sigma 0 Zeta P M Cosin Zeta Sin Zeta D Zeta 变成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就 要解决这个 我们说你这样子摆在这里 我不晓得你是什么函数 我没办法积 我们假设它是这个函数 因为这里有 Legenda Polynomial 我们就假设一个跟Legenda Polynomial有关系的 式子变成 如果它是K Cosin Zeta Cosin Zeta 就是P 1 Cosin Zeta 那就可以 就可以解了 它就等于 这个 Z 若它等于这个 Z K P1 Cosin Zeta PM Cosin Zeta 我们知道这个积分只有当M等1才存在 M不等1都是0 所以我们就 马上可以解出来 我们说AM 当M 不等1 好了 AM等于0 当M等于1的时候 AM的值 就等于A1 它就是2 Epsilon Zero K 乘上2 乘1 加1 分之2 我们把A A1 求出来了 A1 求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求 B 所以我们就得 V的R Zeta 它是等于 只有一项了 本来是 是一个 是无穷多项 现在变成 只有一项 这个上面 也是L L L次方就是1次方 它就等于 A1 3 Y0 K 就是R Cosin Zeta P1 等于 P1 Cosin Zeta Cosin Zeta 好 这个是 R 小于 等于 大R 那么 在 大于大R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 A跟B 都有关系啊 你求出A出来 B我们就知道了 它是等于 B1 R L加1次方 L等于1 所以就是2次方 我写这1加1好了 P1 Cosin Zeta 好 然后我们知道 B1 L的值 我们不是求出来 是等于这个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 B1 你把它用1 带进去 A1 我们也带进去 K R 三次方 3 Y0 R 平方 分之 Cosin Zeta 这是R 大于 等于大R 的地方 那你最后 可以check一下 当R 等于大R 的时候 这两个式子 一样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 这个例题 我们解边界问题 我们就到此结束 你们要做题目 第三章 还有49题 一共有49题 你要拼命做 你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